同学们好,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织一件非常有创意的女士开山 她的织法非常简单,而且花纹极其好织 有同学说了,哪好织啊,您看,这是一个一个拧针的 并不是啊,其实花纹并不是拧针形成的 仔细看,看似非常复杂,对不对 但是,一会儿我会告诉你,它是用什么方法完成的啊 看似真的非常非常复杂 实际上,我们有好多好多小方法 一个小白不怎么会织编织的这种花纹的姑娘啊 也完全可以织成这种非常好看的花纹 好的,我们现在介绍她的相关情况 这款设计作品出自于我在中国已经出版的这一部编织图书的这一页 你所看到模特现在身上穿着的这一件 这是我们现在要为你讲解的这一件 这两个是相同的同一款服装 大家比较了解我,我是专门出版编织类服装和服饰杂志和图书的这样的一个编织书作家 所有的款式呢,由我设计好,然后指导着工人完成的 同时呢,我也会为大家免费的录制这些服装的编织方法的教程啊 但是啊,我大概已经是从来没有断根过 从5月2号到现在,将近有四个月的时间 哦,五个月,五个月的时间 将近半年了,我从未断根过 这里边有几百套极具创意的服装 你点了关注,在我的视频集里就能够看得到 所以,我非常希望能够有大家的认可 让我知道我录制的教程有人在看,有人在关心 那否则的话,我真的没有力量再支撑自己录制下去了啊 首先,它真的是非常占用时间 好,也就是,如果你能够点赞 对每个视频点赞,而且能够评论 并且能够关注上我 这样,就能够用你的力量把我留在这个平台 继续为你录制免费的视频教程 好了,我们现在就来介绍这款服装的相关情况 这是一款采用手工织的啊 毛线,是纯阳毛的粗线 它是直径2.5毫米 织针,6毫直针啊 总体毛线用量一斤五两线不到 就是一斤四多一点点 好的,整款作品是采用 往返整个大片啊 向上编织而成的 你看 它主体的部分啊 一共有四组这样的花纹 同学们仔细看 这种花纹它的最大特点就是 你会得到一个非常曼妙的边缘部分 看到了吗 每一个花纹都长出于普通的花纹啊 看出来了吗 好,并没有做特殊的处理啊 而是我们了解所有花纹的小脾气 它才能够形成这样一个漂亮的变焰效果啊 好了,我们现在就正式给大家讲解它的编织方法 总体我们一共取多少针呢 一百五十六针 然后我们将这一百五十六针按照排花往返向上值 那么排花是怎样的呢 排花就是每个花纹它所用到的帧数 以及不同的花纹啊 它所站的位置啊 大家看这个整体排花 因为一百五十六针 看到了吗 好,大家索性先把它截下来 然后一点点给大家解释啊 最初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知道叫什么 就是星星针和谁啊 和螺纹 看,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个排列啊 所有的螺纹部分都是由 三针正针和两针反针这样组成的 看出来了吗 也就是四大组是螺纹 其他位置都是什么 都是星星针 三大组星星针 左右是什么 锁链针啊 你已经知道锁链针的针数是多少了 并且大家注意啊 如果在编织的过程当中 我们想得到一个非常美的边缘 极其整齐的边缘部分 那么边上的那个第一针啊 一定要给它挑下来布枝 从第二针开始 明白了吗 至于挑下来以后往哪个方向绕 怎样才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漂亮的整齐的边缘 大家要看我之前发的教程啊 大概是三个星期以前 有一个绿颜色的一个枝片 那个位置就介绍了这一部分的编织方法 大家往前搜一下也能看到啊 好了 156我们一直就先喊只同学书了 哎呀明明是这么漂亮的花纹 你为什么说是 你为什么说是那个条纹呢 为什么说是那个 都是由正正和反正组成的呢 大家不用着急啊 一会儿我就可以告诉你 它是怎样形成的 好了 这156我们往返往返 一直整个大片向上值 值多高呢 值多少来到腋下呢 38厘米 这38厘米完成之后啊 同学们看 完成之后我们要将整体的帧数 做一个区分 就给它分针了 明白了吗 那么分针是按照怎样的一个方式来分的呢 首先我们的整个腋下部分啊 一共是66帧啊 整个后背的部分一共是66帧 然后左右前片各多少 45帧 明白了吗 按照这样的方式啊 我们将总体的帧数做了一个区分 你看这就是后背的帧数啊 另外两个45分别是左右前片的帧数 看 我们是按照这样的方式 区分好之后 好了 在腋下就要正式的减帧了 那么腋下我们是怎样减的帧呢 首先来说啊 整体腋下的部分 不用减特别多 只要给它减去两帧就行了 当然这两帧包括66帧当中的一帧 包括45帧当中的一帧啊 另外一侧的腋下 也是通过这样的减帧形式来减的 看到了吗 好 减完之后我们要怎样 剩下的帧直接向上 直着支就好了 一直向上直着支就好了啊 连前再后都如是 但是 同学们注意看 我们有领口的减帧 领口的减帧 非常的隐蔽 看我们在这儿减的 总体的花纹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 它一直往上在走 发现了吗 我们是在这儿悄悄地剪了针 也就是剪页下的同时啊 分针的同时 我们已经在这儿剪了针了 注意 剪针的时候只剪星星针啊 同学们不要碰别处啊 那么领口的剪针 按照怎样的规律来完成的呢 首先啊 我们要每两行剪一针 一共剪七次 换句话说啊 也可以说是 隔一行剪一针 我们一共剪几次啊 一共剪七次啊 那么剪完这七次针之后 还有第二次剪针 我们需要怎样 每四行剪一次针 一共剪几次 剪四次 用这样的方式啊 我们另外一个领口 也是这样的剪针啊 最后你其实还剩下两针了啊 整个你的前面剪的就剩两针了 明白了吗 好 这时候同学们看啊 将你的前后片 你这就剩两针了 好了 当达到整个的绣山的高度啊 这个位置的高度啊 达到十八厘米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整个的后片向上支 对不对 也就是剩下的针数 后片 页下剪完这两针之后 后片一直向上支 那么后片的高度多少 十八厘米啊 那么前片呢 前片一样 跟它是一样高的啊 也就是当我们的总的高度 来到了十八厘米之后 那么你还正好剩了两针 加这两针和后背片的两针啊 多可怜 就剩两针了 相互缝合上 缝合好之后 要干嘛 要继续的怎样 支你的左右的这个花纹 看到了吗 看 我把后背打开 你就会发现 哎 这两组花纹怎么一直自己就上来了 没错 看 继续向上支啊 支支支支支 继续支这两组花纹 到这儿 两组其实对头是碰撞上了 缝合上了 看到了吗 啊 在支的过程当中 头面注意啊 由于你就从后背片左右各取了两针来固定前后片 对不对 所以你整个的这个位置啊 是怎样的呢 整个的这个地方是好多个针套都在上边的 然后你一边向上支这个门巾的这两个花纹啊 一边把这边的针套一一的给它挑进 换句话说啊 就是你织这个花纹的边上的那一针 边针和这边的啊 一个针套一针 把它俩合在一起织 明白了吗 啊 老是这样啊 合并合并合并 这边一样合并合并合并 当你知道正中间的时候 这儿也连接上了 后背片也连接上了 明白了吗 然后前后肩头 对头缝合 哎 主体的背心的部分就 呈现了 那么 袖子怎样织的呢 你们最关心的花纹是怎样完成的呢 下个视频啊 我会详细的给大家讲解 你一定要注意看啊